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杭宇的叔父杭伯和劉邦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 他怕打起仗来张良会送命 就连夜赶到劉邦军营告知张良 叫张良赶快逃命 劉邦张良就乘机以礼将代 而且当职业成怡女陈家 劉邦对杭伯说 我进入关中之后 登记户籍 封闭苦苦 未敢善取私毫财物 一心等待杭将军的到来 至于派兵守卫行谷关 倒是为了防止意外 我日夜盼望杭将军的到来 豈敢背本 希望你可以替我说个明白 杭伯因然应运 而且与劉邦约定 让他第二天亲自去拜谢杭宇 杭伯连夜赶回彩刑 转达了劉邦的心意 他对杭伯说 劉邦具有丰功遗迹 而去攻打他 是没道理的 不如以礼相待啦 那个时候 杭伯重兵在压 并不在意劉邦 况且攻打劉邦思出无名 于是就听从杭伯的建议 撤销了第二天清神进攻坝上的计划 第二天大清早 劉邦就带领张良 范快和一百多人赶到鸿门 拜见项羽 劉邦办到十分热情话 我和将军一起攻打秦朝 你在黄河的北面作战 我在黄河的南面作战 想不到我可以先打尽关中 攻破行弱 今天有机会和将军见面 真是见令人高兴的事 听说有些小人在你面前挑拨 我和你的关系 程将军千万不要听述这些话 项羽是个直升人 见到刘邦这么可怜 怒气很快就淹消云散了 项羽叫人摆上酒席 举杯劝刘邦渴过痛快 态度越来越和气 酒席上 范真一再给项羽使眼色 而且多次举起空前配挂的欲爱作暗示 要项羽杀了刘邦 项羽默不作声 好像没看到一样 范真急起来 找个祭口走出了营门 他将项羽的堂兄弟 项庄找来 交代他说 项羽心腸太远了 你去到酒席上敬酒 然后武剑助行 趁机杀了流光 项八见项庄在现值前 不怀好意地舞起劍 害怕刚刚结结趁家流光吃亏 也拔出宝剑话 一个人没劍 没两个人来得好 然后就用身顾着流光 和项庄对起舞来 项庄没机会对流光下手 将梁见形勢危急 找个机会撩了出去 对范快说 鸿门上 项庄拔劍起舞 总想对佩公下毒手 范快听了 急得大叫 我去跟他们拼 他带上了宝剑和盾牌 赶去仗潮 将几个左蓝的兵卫撞到 怒目猿僧地冲进去 项羽见到一个怒容满面的人 冲进来 急忙按着一把渴问 你是谁 张梁急忙上前解说 他是佩公的车夫 范快 一定是肚饿了 项羽用赞叹的口气说 好一个壮士 快点想给他一斗酒 一只猪腿 项羽看了范快一阵 越来越觉得这个人豪爽 就说了 壮士 还可以喝酒吗 范快粗声地说 我死都不怕 还怕喝酒吗 当初 楚怀王和大家有约 谁先打败秦军攻破咸阳 谁就做王 现在佩公先打进咸阳 他一点东西都没拿到 只是封了库房 将军队住在坝上 等到大王你的来路 如此劳苦功高的人 大王不但没有掌赏给他 反而听信小人的挑拨 想去杀害他 那不是和秦王没有区别吗 大王这种做法 未免太不仁情礼良 项羽一时搭不上话里 招呼范快坐下 范快就靠着张良坐下来 刘邦镇定了一会 假装要去厕所 范快和张良也跟了出去 刘邦想趁早走回军营 又怕无告辞失了礼数 范快说 做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礼节 现在我们好被任人宰割的鱼肉 生命都难保了 还说什么礼数 刘邦走了之后 张良在外面等了一会 估计刘邦已经到达军营了 才进去对汉宇道歉 说 佩公酒量少 今天喝多了 不可以当面离向大王辞别 他祝负我奉上白碧一箱 敬献给大王 肉杯两只送给亚父 汉宇接过白碧 放在席位上 凡真生气得把肉杯扔在地上 又用保剑砍碎 叹着口气说 真是没用的人 不值得让我操心 将来争夺汉王天下的人 一定是刘邦 看着来吧 将来我们这些人 都会成为刘邦的俘虏 是很好的 洪门燕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 范增的预言在数年之后应验 后世不少人认为 抗予缺乏当机立命的能力 导致范增的计划失败 也都埋下了自己日后拜死的伏线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